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万的频道 这期视频带给大家的是 阿加沙的大结局 第八第九集的解析视频 这期视频发布比较晚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十万又去把第一到第九集重新看了一遍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讲 第八集的一开始是紧接着第七集的剧情 阿加沙、比利和真理佛通过了上一关的考验 活了下来 这里真理佛猛烈的敲击着离开时的那扇门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门上有很多突出的铁刺 这是因为众人在上一关的出口是一个铁娘子 铁娘子内的这些铁刺是古代欧洲常见的酷刑工具之一 另一边阿加沙正面带惊恐的一路跑了出来 正好撞见Rio在这里等他 Rio认为比利是一种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存在 因为即便他死去 灵魂还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复活 所以身为死神的Rio需要比利将自己主动交给他 否则对他毫无办法 而这里阿加沙也答应Rio会让比利主动放弃自己 作为交换Rio则是以后都不能再来烦他 追求他 那么死神的追求当然就是让阿加沙与自己在一起 这所谓的在一起无疑就是死亡了 两人之间的这段对话也是恩断一绝的表现 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这里Rio的话刚说到一半就被阿加沙打断了 很明显这是在告诉观众Rio一早就知道 《女巫之路》是不存在的 紧接着我们看到他划开不紧步 转出了片场 这么做不仅是在直接告诉观众 眼前的这一切都是虚假的 同样也可能是导演在嘲笑这部影集呢 少得可怜的制作费 以至于漫威目前为止最高序列的神灵 居然会以我先走一步的这种方式离场 甚至连当初给Clear的特效经费都没有 真的是无语至极 第五关的绿色考验原本应该是土的考验 但是由于Rio的提前离场 导致三人又重新回到了《女巫之路》的起点 而《女巫之路》的起点 一直都是阿加莎的地下室 石万还发现早在第一集中 他和Rio之间的对话就已经给了暗示 阿加莎曾说过 答案就埋藏在这个小镇的下面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绿色和蓝色的分界线 只听阿加莎说到 而后来我们也知道 比利的房间内确实有镀瞳的小鞋 比利不再尊敬女巫之路 于是想穿上鞋离开 谁承想 原来想离开才是他们最终的考验 阿加莎和珍看着眼前穿上鞋就立即消失的比利 也不齐后尘相继穿上了鞋 也就是说 起码在《女巫之路》的规则这一点上 导演并没有改动 他们还是必须要获得自己所缺的东西 完成考验后才能被允许离开 而珍最后获得了自己的能力 比利获得了汤米的下落 阿加莎则是获得了希望的种子 儿子重生的希望 只不过最后时间不够了 至于爱丽丝可能是因为她没想离开过 所以在实现愿望后才能够继续待在《女巫之路》上吧 三人进入了改装版的地下室 然而这个房间里却没有任何土相关的元素 看起来更像是一间停属间 而三人此时也从果属袋中爬出 几人的随身物品也是以死者之物的方式包裹着 呼应了第一集中的剧情 这里珍丽佛知道自己的魔法是被阿加莎封印的 这个我们在第四集中有听珍提到过 她曾被邀请去波士顿演讲 而医生在此之前请了阿加莎在付款现金上做了手脚 这个阿加莎是有印象的 只不过真当时说这段话时 阿加莎正在照顾比利不在现场 不然珍丽佛的封印可能在第四集就提前解除了 那么关于钞票的封印魔符介绍 我们在比利回忆的那一集 也曾看到过 阿加莎可能用的不是魔符 毕竟她曾说过 但是至少观众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 所以影片中也没有解释太多 至于珍是如何解除封印的 可能只是一种常规魔法吧 因为就连比利也都很明显知道 重获能力的珍丽佛拥有的是粉色魔法 这跟她的主题颜色匹配 比利在复活了汤米后 跟珍一样率先离开 她走之前无意的镇破了地板 露出了下面的土壤 阿加莎在自己的项链中 看到了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并说到脱离死亡之后就是新生 当初她的儿子也是丛林道友 阿加莎的儿子和旺达的两个儿子一样都是丛林道友 只不过阿加莎的儿子在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 同时这里也是在直接告诉观众 阿加莎所缺的最渴望得到的并不是能力 而是她的儿子 她把种子沾上自己的泪水埋入土中 很快蒲公英开花 然而就如同她与儿子之间的时光一样转瞬即逝 普攻英可以自我繁衍 好比当初阿加莎生下儿子失去儿子一样 这一切都是自然规律 也是生命周期的循环往复 任何人都无法规避 而无法看清楚的阿加莎 则一直以来都把一切怨念归在了Rio身上 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Nikki其实是阿加莎和Rio的儿子 而Rio从一开始就想得到这个儿子 但不忍看阿加莎难过 于是给予了他陪伴阿加莎的时间 同样作为Rio儿子的Nikki 本不应该存活在生灵世界 所以每天都需要通过死亡来给他续命 而续命的规则就是用更多的死亡来替代 直到有一天 Nikki不想再看到阿加莎杀人了 也正是因为那一天没有续命 让Rio带走了Nikki 而阿加莎无法面对自己的儿子 则是因为他用儿子所做的歌谣 杀害了更多的人 就连Nikki死后 灵魂还在呼喊着让他stop 阿加莎嘶喊着自己需要更多的时间 呼应了第九集时 他在儿子死后说的话 那么这里石万还怀疑 是否是Rio降下的尼土 因为当他看到比利离开女巫之路后 自然会认为阿加莎破坏了两人之间的交易 既没有让比利自动投降 甚至还帮汤米找到了新的躯体 这严重违反了死神的规则 所以才会在阿加莎出来后嘲讽他 那么尼土的落下 也代表着阿加莎没能找到自己所缺的东西 又或者说Rio干涉了阿加莎的最后一关 所以他并没有像比利和真那样凭空消失 当然时间不够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在外面等待的Rio则早已准备好夺走阿加莎的生命 阿加莎先后用了爱丽丝的防护咒语 珍妮佛的恢复咒语 和莉莉亚的先知能力 试图躲过Rio的攻击 但是没有魔法的她 很明显不堪一击 最后比利带着音响和五毛钱的特效 作为weekend登场 将自己的能力输送给了阿加莎 同时也证明阿加莎确实可以自主取消悉性大法 只是两人加起来也打不过死亡 关于这个设定 十万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死亡是漫威五大创世神明之一 打不过死亡就代表两人之间必须要走一个 此时比利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了 但是阿加莎当着比利的面 点破了她与Rio之间的交易 其实这里已经可以看出 阿加莎是在救比利 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心求死的 不然也不会再次跨过死神的红线 帮比利找到汤米了 那么就在阿加莎将要离开时 比利突然问了一句 Nicky是不是就是这么死的 换句话说 Nicky是不是就是这样 被你作为交易送给死亡的 当初阿加莎与死亡之间的交易 是用别人的生命换取儿子的时间 这句话也令阿加莎如梦初醒 原来死亡想要的一直都只是一个公平的交易 并非是针对某些人 并非是针对你阿加莎的 所以自己对Rio的怨恨根本就不存在 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她无法原谅自己罢了 终于明白了这一点的阿加莎选择主动亲吻死亡 死亡之气在这一瞬间缠绕在两人的周围 阿加莎获取了死亡的力量 也献祭了自己 呼应了两人在第一集中的那段对话 好了那么照目前来看 十万应该还会再做一期视频来解析 大截集中更多的细节彩蛋 大家的评论我也有看完 全平台合起来 截止到现在大约有1800多条评论 十万从中挑了几个与大家分享 流量密码大师说道 真疑似女巫之路最后赢家 在大表柱和小表柱的迫害下 全身而退且获得奖品 然后真回去之后 到处和别人说女巫之路是真的 她从那里获得了力量 想想就好笑 Lolo说道 Rio像个无助的财物 先发现比利八毛对不上仗 又收到汤米的假发票 来自奥尔威的花机一说道 最大的bug是阿加莎这次开取女巫之路 依然是为了吸收法力 对抗赛能女巫 她知道不存在女巫之路这个东西 但她却提前告诉了莉莉亚 攻击她就会被吸收魔法 莉莉亚也在最后吵架的时候说出了 也就是说 要是没有比利在的话 阿加莎直接就死在第一集七女巫手里了 阿加莎不知道比利能创造真的女巫之路 那她把自己的魔法 告诉莉莉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如果真的为了说服莉莉亚 那她就完全放弃了吸别人魔法 那她召集大家又有什么作用呢 Blinding Lights说道 给不知道的人说一下 避免被误导 这部剧一共有三个导演 Jack Schiffer是第一 二 七集 Ritual Goldberg 三四五集 Gunja Montero是六八九集 剧本上每集的编剧基本都不一样 最后一集的编剧是Jack Schiffer和Laura Donnie 所以最后两集原来是换了导演 专业母猪产后护理说道 我觉得阿加莎的弧线就是她作为一个天生坏种 同时又身为母亲的悲情感交织形成的矛盾 首先这部剧一点没有把阿加莎吸人 尤其是儿子死后继续虚的动机洗白 洗白话 洗白话是很合理的 天生邪恶就是阿加莎的本色 其次阿加莎为数不多的温情反复横跳基本都发生在比利身上 是因为比利身上有阿加莎儿子的情感投射 从第一集开始 所有有关阿加莎儿子的情节都在暗示 阿加莎真正缺失的不是魔法 而是儿子带给她的感情 所以我反而觉得阿加莎和儿子的剧情讲得太少太薄 没有把儿子的来源 儿子不想她吸人的矛盾讲得深入 也因此可能让观众缺少了足够的共情 Linus Chen说道 我反而很欣赏漫威 没有刻意去洗白阿加莎 她依旧是个彻头彻尾的坏女巫和反派 甚至最后还是差点为自己生存而害死比利 但她唯一一点良善就是母爱 同时也成为了她的弱点 最终决定牺牲自己救比利 花长长的篇幅去讲她的过去 感觉是对死亡的探讨 Nikid的死本来就是注定的 只是阿加莎不愿去面对 而最终她也有着跟莉莉亚差不多的觉悟 感谢以上的评论 其实评论区还有大量高质量的回复 10万并没有放在这期视频当中 所以下期视频 10万还会再挑几个 让人醍醐灌顶的评论来与大家分享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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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